2013高雄内门宋江镇周六晚间在高雄内门顺贤功热情的开幕了 来自海内外各镇头是大会师 传统和创意的义镇互别苗头 宛如是一场武林大会 市场成局表示呢 内门是全国保存发扬义镇文化最用心的地区 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到内门 乔功夫 尝美食 傍晚时分来自四面八方的镇头队伍穿过迎兵大礼青刀像 齐聚内门顺贤功庙前广场气氛热闹 我们中央与地方非常重视在地文化 因此啊 我们交代我们顺贤功所有的执事 不仅仅要善尽传承责任 更要将我们在地文化花样光大 市场成局在各文武镇头代表陪同下 为大会结证会师 市府团队同样摆开镇头 局处官员头绑丝带 手持宋江兵器冲上舞台 摆好架势后 宣布2013内门宋江镇活动正式开幕 可以说全国最劲载的文化 请你监控在这边高压 必须参与 要听全国所有的福音乐 大家来门看 专丹队同样 地冲文化 专丹海典 开幕典礼由去年冠军队伍 台湾戏曲学院打头阵 来自中国大陆 多支宋江镇武术队伍 也大秀武艺相互交流 高雄内门宋江镇举办至今20年 为了延续创新而发起的创意宋江镇头大赛 也迈入第九届 内门宋江镇不仅名列台湾十二大节庆活动 今年甚至名列代表国家台湾观光年历 四季首发的节庆活动极具特色 这是我们台湾的信用 台湾家庭 这是我们共同的公债 我说我们台湾只有来问这个地方 对家庭文化 我们的宋江镇 并且我们在学校里面问一个小孩 就是都中心 市府今年将创意宋江镇竞赛冠军奖金 提高至六十万元 大会总奖金高达一百五十万元 鼓励年轻世代珍惜传统文化 即日起连续九天在内门顺贤功登场 将拼全力争夺武林盟主 精彩可齐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 暖湾家庭文化 余治 清联工 福宋江镇章